月中刚看到国际建议 高度关注富士康这一回合 跟NVIDIA AI相关的合作 确实华人讯已经来台湾好几天了 终于出现新闻 不是他在夜市或在餐厅的新闻 而是做了很重要 也是这次最重要的目的就是 参加鸿海的这个科技日的会议 那当然在这个会议当中 就两边就宣布说 我们未来要进行各种合作 那当然最主要都是跟AI有关 他们主要是要成立一个资料中心 那做什么事情呢 大概三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在制造跟检测方面 要做这个数位化的进行 第二个是AI的电动车 以及机器人平台的开发 那第三个就是生成式AI 那简单来说这三个面向 可以总归来说 就是一个所谓的智慧制造 所以事实上在鸿海的跟NVIDIA 其实已经有很多面向合作 就如刚刚大家看到影片的部分 现在包含它的电动车 包含了机器人 智慧制造 乃至于智慧程式 其实都已经用了这个灰达的晶片在里面 那未来是不是有机会 甚至鸿海 我们也知道它现在进一步要成立半导体的中心 也要做半导体嘛 是为了有可能帮灰达代工一部分 比较低阶的产品 这其实都很有想象力的 那这一次的鸿海的这个 这个科技日里面呢 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鸿海 它要展示它的新的电动车 那其中最主要有两台 一个是Model B 那这其实去年已经展示过 这一次是进阶版 那另外一个就是之前没有展示过的 这个Model N的这个部分 那尤其是黄润轩 还特别在这台车的引擎盖上 还签名 那这个刘洋伟就是黄海董事长 他也提到说 未来他希望能够掌握台湾电动车的市占率 10%左右 那换算成实际数字 大概就是4万到5万台左右 而且刘洋伟就说 在传统上我们的汽车工业 都是所谓的一条龙 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家车厂自己去做 但是他相信 未来的电动车呢 不再是这样子做法 而是会向资讯产品呢 做进行分工 甚至代工 那洪海他就是要打入这一块 那另外一方面呢 当然大家更关注的就是 美国对于中国的AI晶片的禁令 所以最新的一波禁令出来 我们简单来说 大概就包含了五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更多的晶片要纳入管制 而且这是最特别的是 以前都是民说 哪些晶片可以卖 哪些晶片不能卖 美国政治就说了 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以后因为你永远会有新的东西出来 你到底能不能卖 美国政府说了算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呢 再来就是 原本有些看起来好像没有在禁令之前的 可是中芯他现在就是有能力做的所谓的小晶片 也就是说把一些能力比较低一点的晶片 整合起来 其实变成会比较 就会变成比较高的能力 像这一次他帮这个华为代工的晶片 其实就是这样子做法去做出来的 所以未来会增加一个所谓用性能密度来做建制 那就是会防堵小晶片的部分 那第三个就是潜在 你还没有长大我就要把你封杀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多了两家公司 毕论跟摩尔自成 这里两家其实在中国都是新串的公司 不像以前美国封杀的都是你已经具有知名度 在市场有影响力的公司 可是这两家现在都还是小公司 美国现在学聪明了 我不要等你长大 你还很小时候就给你电视比较快 那要注意的是 这两家公司本来都是台积电的客户 不过台积电早在去年就已经停止 跟这个毕认科技的相关的业务了 那再来就是这两家公司比较特别的是 他们的创办人其实都是从挥达出来的 其中这个毕认科技 甚至是挥达之前的前副总裁 亚洲区的中国地区的最高的负责人 就跳出来自己成立这样子一家公司 这也是未来要去注意到的地方 那再来第四个新的禁令就是呢 我原本定了这么多禁令 可是还是有很多美国的厂商采线 所以美国政府现在这次说 你们这些厂商要给我注意 你不要以为说 哎呀我有低于原本的限制就没有事了 这个禁令现在没有一定 给你说限化在哪里 该要去申请我何可 你才可以卖出去 不要自己觉得说没有问题你就卖 那最后一个就是扩大整个管制的范围 原本美国封杀的主要是22个 原本有做武器这个限购 禁止销售武器禁运的这是22国家 但是这一次一口气扩大到40个国家 都会要是禁运的范围 因为最主要大家都知道 中国会绕到其他国家去买这些晶片嘛 所以这是我们要去注意到的 那当然这个禁令出来之后呢 中国的商务部当然就跳脚嘛 所以当然就会出来骂 甚至放话说呢 我们会采取一切的必要措施 白话来说就是它有可能会报复 那会怎么报复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等着看啊 不过呢 中国自己的厂商自己就开始先 赶快想解决的办法 那简单来说 这次的禁令就是从原本的GPU呢 更扩大到显卡的部分 因为显卡里面也有用到GPU嘛 那以前都只进晶片 那你会不会买了显卡之后 我把GPU拔下来用 这也是个方法嘛 所以中国的厂商呢 早就在据说早在几个月前 就知道会有进一波的禁令 所以呢 第一个就开始大量的囤货 所以问到很多中国厂商说 哎呀没问题 至少未来一年要用的 我都已经买了 那第二个呢 哎 他们开始改更华为去买显卡 就我们刚说 显卡里面有GPU嘛 虽然华为的东西 不是那么高阶 但是有的用总品 没有的用好 那第三个当然就是中国自己要 加强晶片的开发 那我们再一个看到 哎 大家也很关心的 这个iPhone到底在中国 卖的好或不好 哎 结果数字还没有出来 我们却看到 库克突然到中国去访问了 他先到浙江去看力讯 可是力讯呢 他看的不是iPhone的组装厂 看的是Apple Watch 那理由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 那当然现在力讯是 这个苹果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他们从2011年起 就帮苹果代工 那现在连最顶级的iPhone 15 Pro Max 都有这个力讯帮他做 那还有他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 是他事先没有想到的 他到了四川成都去 而且去那边捐钱 一口气就捐了2500万人民币 合台币 1.1亿捐给谁呢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结果网友呢 其实就不太领情了 说哎呀 你做这件事情 是要来讨好中国民众吗 因为你现在市场预期 你的销售可能比iPhone 14 还要降15%嘛 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 我们就不知道 就等着看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